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回来《活在五点》 广东话嘉宾访谈栏目 我是大家的主持人Janny 我们都很怕出行的时候 会遇到一些不法的歹徒 偷行李箱里面的东西 今天我们有请到 K.Jampson的行李箱公司的老板 Joseph Kent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为人知的双胞秘密 你好Joseph 你好Janny 你跟大家作一个自我介绍一下 我先选择 我们做皮具这行 已经有差不多40年 我们公司的名字是K.Jampson 中文叫Jampson皮具 我们另外一间是一个叫做 叫做Big Box Store 叫做Lucky City 两个名字都是我自己旗下的公司 今天我旁边有一个袋 这个叫做PackSafe的袋 那它究竟有什么秘密 可以避免这些歹徒 可以去破解这个包呢 怎样可以被人偷懈 因为现在很多人旅行 他们在旅行的过程中 有可能被人割烂的袋 或者拉链开了都没人知道的 那这个品牌有个好处就是 首先我给你一个示范的袋 这个牌子的包 所有里面都有钢线 当然这个外面的布没了 只是让你看一看 全部都有这个线在里面 还有每一个拉链 他们都有一个锁扣在里面 这个锁扣可以锁得到 所以别人要开 都不那么容易偷你的东西 另外这条袋 亦都是里面有钢线 我把剪刀 那你怎样剪它呢 你剪不开 那变成你被人偷的机会是小一点的 有可能那个袋徒 想想这个PackSafe 不是那么容易偷 你偷旁边的那个 发生你自己的东西都安全 原来是这样 那好了 那我们想知道 如果真是万一被人割烂了你的机会的话 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呢 除了这个袋 不是那么容易割烂 但是另外一样 最近我想早几个月前 在中国那个CCTV 都有说过一件事 关于很多人旅行 为什么我锁住了 为什么里面的东西不见了 很奇怪 其实一件事 很简单 我在这里也示范一下 这个是一个普通的行李箱 这个行李箱 假设你已经锁好了 锁好了 你回到家里 为什么里面的东西不见了 很简单 其实有些筆法歹徒 或者是在机场做 或者里面不知道哪些人 它有一枝筆就搞定了 原来这么简单就能开到的了 你开到 它拿到你的东西之后 它的拉链很简单 它只是拉回一次 那便愿恐无缺 那便愿风不动 那你神不知鬼不觉 其实有些人说 我反正这些东西都不明贵 被人偷了就算了 但也有些客人跟我说 他们说他们担心什么呢 去某些国家 比如泰国 他们对于那些人走私的 很厌的 如果有人放了一些 就是白色的东西里面 那你水洗都不清 所以这个拉链就是有一个问题 但我们也有一些新的设计 它们叫防盗拉链 防盗拉链我们也可以给你看一看 什么防盗法呢 我们来看看 这个牌子叫Delsi Delsi是欧洲第一品牌 亦是著名的 设计很漂亮的 有差不多有90年历史的公司 它这个拉链是世界变成了 即是这个已经是拿了世界专利 专利的 那好像这个包 我说一支笔 你怎样捕它都不可能捕得到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主要是 它里面变成了 这里有双拉链 我们可以开来看看 就是两层的 那变成了怎么捕它 它那个拉链都不会打开 它有两层 所以就不会容易进去 当然它 偷东西 或者放东西进去 放一些非法物品进去 违禁物品 这变成了一个安全性 如果你说 我不喜欢这些拉链 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买一些是有 不是用拉链的 市面也不少这类东西 我们公司也有很多种这类东西 那些就没有拉链这个问题 我想知道呢 除了这种大劫 譬如说托运的时候 怕机场人员 或者是这些不法歹徒 会有机会乘机可乘 譬如说我们小时候的那些 银包啊 有没有这些方法可以去避免到呢 另一样东西都可以说 如果小件的东西 唯一就是比较上 它有一个名称RFID 如果你在商包店那里看 下次你买 买一个有RFID的名字 用途是什么呢 它现在很多时候有些不法之徒 它拿着有些特别的仪器 走过你身边 都可以将你的信用卡 或者你护照的Number去导用 那如果你的银包呢 有一个RFID的功能呢 那它就导用不了你的证件 好像刚才我说的 PASSE的牌子 它每个袋里面 都有RFID的Pocket 所以你的银包就放在Pocket里面 就不会那么容易导用 那我也介绍一下 有一个产品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喜欢 有些比较时尚的 又不想拿一个很普遍的卡住 这个就是Made in Holland 我们入口的 荷兰的 譬如你有些卡 这个是双卡的 可以最多放到8至10张卡 譬如你用 你拿自己的信用卡的时候 这里有一个按键 按一下 那这些卡就展示出来了 那你选择 哦 我要这张中间一张卡 那你把这张卡拿出来 那它一设计 你反过来就不会掉下来 这些就是很多专业人士会用 那除了放卡 也可以放几张银纸 这个也是现在 时尚的青年都比较上流 因为有些银包 很容易掉一些卡出来 是的 所以这个有一个好处 所以这个就不会掉下来 第一 它有一个按键 一旦打开了 你可以选自己喜欢的那张卡 是 那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还有就是你们公司 最近是不是有什么 Promotion呢 你可以介绍一下 Promotion 就是今次现在有多少 刚刚新秀黎 在我这个右手边这里 它刚刚这个月开始 就有一个半价之后 还买一送一 Samson黎 如果你要留意 它是全世界第一品牌 新秀黎 在中国也好 香港也好 东南亚也好 都很出名 现在就买一只中或者大的 叫做这个 这个是中好还是大好呢 这个是属于小的 这个属于小好 就是挂衣袋 还有一个 Duffel bag 这个我们也加送下去 我觉得呢 如果有些观众 是回中国或者去哪里 This is the right timing 因为有这个优优 我知道这个Samson黎 是全世界最知名的品牌 对吗 对 我想问一下 如果我要买行李箱的话 我在加拿大买行李箱 和在中国买行李箱 加拿大有什么优势呢 加拿大其实很多牌子的东西 的价钱都很好 我对新秀黎平均 加拿大都便宜一半 或者去到三分之二 所以是很有它的竞争能力 在这里 即是很便宜 便宜一些的 起码一半以上 排子的东西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 以为我在中国买会便宜一些 其实相反 加拿大是很划算的 那好了 我们除了这个Samson黎之外 我们今天又知道了 如何防止小偷去偷我们的东西 这个Delsy就是我们的专利 那最后你有什么补充呢 牌子在加拿大很多 我们公司起码有十几二十个牌子 城市广场我们有一间分店 总店我们在Witbridge 有五千多尺 差不多可以说是加拿大皮具专买店 最大的一间专买店 那里面也有很多牌子 所以要十几分钟说 说不完的 但是我欢迎有些观众 有什么疑问 可以随时看我们的电视机 那个屏幕 可以和我们联络 好了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今天很开心分享了一些 可以令我们旅行的时候 更加安全的一些行李箭 这样也在这里多谢Joseph 希望下一次时间可以再见 多谢 Thank you Thank you